17号 吉塞利·希尔瓦复攻守 这是今天的一个新面孔 在前两场他没有首发 今天他顶替了9号桑切斯 古巴的自由人是7号 阿尔莱东多 古巴队主教练是路易斯·奥维耶多 古巴队的助理教练 有大家非常熟悉的著名选手托雷斯 现在在古巴队担任助理教练 好 双方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第一局是中国队发球 发球的二传手魏秋月 今天这场比赛对双方来说 一半是遭遇的 因为两个队的人员打法 都有一些变化 以前可能大家交走都非常多 但是今天完全是一场全新的比赛 一传到位 四号尾拉开 黄云美把球打中 现在发球的是副攻守 五号马云文 马云文的右臂上呢 带着一个 这个运动的护具 但是在赛前呢 我们请教了一下中国队的队一 他说这个其实并不是因为他有伤 是马云文个人的一个习惯 他在这次在称州集训的后期 习惯在右臂上带上这样一个 有弹性的一个护具 在个背上 并不是因为他有伤 本平快 古巴队把球绑起来 川普斯二号位强攻 川普队拦网 将球拦死 那薛明在这次比赛里面 前两场他的篮网 是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像第一场比赛 他篮网得到四分 上一场对土耳其的比赛 他篮网得了七分 古巴队高点快球 由三号卡里罗 这是参加了奥运会的选手 也是一位著名的副攻 优秀的副攻手 卡里罗进入国家队 古巴的国家队非常早 所以他们年龄还是很小 再次由王一梅在四号位强攻 把一个直线把球打中 双方打成三比三平 王一梅在这一届国家队 他的位置从主攻手是变到了坚硬而全的位置 而凯赛是小学线 里边把球防起来 中队把球处理过往 对方调整三号位放高球 结果扣球出界 17号希尔瓦 是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在这次比赛里边第一次在古巴队首发 希尔瓦的出生是继续测试上来是1991年10月出生的 升高1米90 小学纽权朗朗得分 古巴队的二号 桑托斯在二号位的强攻也是比较有实力的 但比赛开始之后 中国队四号位的王一梅的进攻扣球得了两分 在篮网上宣明李娟各得一分 大球质量不错 直接得分 古巴队叫了暂停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在河南洛河进行的2009中国国军女排精英赛 这次比赛呢 一共是中国队 古巴队 多米宁家队和土耳其队四个是四支球队参加 他们在这一战比赛结束之后 还将赶赴江苏的昆山 再进行第二战比赛 还是这四支球队 比赛的方式也一样 仍然是单循环的赛制 在这次比赛 这两战比赛结束之后 中国队和古巴队 中国队将前往瑞士 参加英雄一路的瑞士女排精英赛 我们中央电视台也将为大家直播那个比赛 现在我们继续来看两个队的比赛 然后没说叫做发球不错 自由人张弦把球防起来 但是无辜过往 古巴队还有机会 还是拉开四号位成功 仍然是有效篮网 薛明的篮网 非常的有效 不过几次都没有组织起 有效的反击 三公司扣球15 7比3 这一战女排在前几场比赛当中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除了二团手 魏秋叶1米84之外 主攻手李轩 他是1米 报名表上1米87的身高 其他的队员都在1米90左右 甚至更高 所以往上的实力是非常强 古巴队一公 仍然是无法得分 古巴队顺劲 调心 古巴队顽强的把球救起来 无辜过往 中国队的机会 楚金灵 二号位直线 把球打死 8比3 中国队领先到了 第一局的第一个技术 再停 秋金灵今年是 应该可以说是第三次回到国家队了 赛前碰到他的时候 问感觉怎么样 他说太不容易了 能够重新回到国家队 因为他感觉自己呢 已经到了二十几岁 他本来是以为 这一届国家队呢 会更多的招一些 比他更年轻的选手 太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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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着